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事是性成就 我闻是闻成就 一时是时成就 佛是主成就 在社会国奇数己孤独猿 是处成就 与大比丘重1250人聚 是重成就 聚足了这六种成就 法会就有了殊胜的缘起 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金刚经》的实际内容 耳时 世尊时时 着衣 持波 入社位大城起时 于其城中 次第其矣 还至本处 饭时期 饭时期 收一波 洗足以 夫作而作 这一段介绍了 世尊在吃饭的时间 入社位大城起时 吃完饭 一波收好 脚洗好 夫作而作 曾经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医师 告诉师父 他每天都会持送《金刚经》 但是他都从《金刚经》的第二分开始持 因为他觉得第一分是一个不重要的记录 只是在记录日常生活的内容 我们想想看 如果如这位医生所言 为什么在这一部讲般若智慧 这么殊胜的经典 会谈到如此日常琐碎的生活 在经典里面 我们期待的是听到玄妙的语言 佛言 佛语 可是这一段的记载 给我们一个重新的思考 五祖在传法给六祖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 法则以心传心 令自物自解 佛法的传承要以心传心 佛法是心法 那怎么样来传承这个心法呢 自古佛佛为传本体 师师密附本心 佛跟佛之间 不需要言语 因为彼此心意相通 师父在传承给弟子的时候 也是以心传心 所以我们现在来学习佛法 我们要了解自信的般若 到底要从哪里下手 过去呢 过去呢 有一位元律师 他来问大株惠海和尚 他说 和尚修道 还用功否 一个开悟的大师 怎么样用功呢 大株惠海和尚回答 用功啊 怎么样用功 鸡来吃饭 混来疾眠 肚子饿了 就吃饭 想睡了 就休息 这个元律师觉得很奇怪 他说 一切人都如此啊 那这样子怎么叫做用功呢 难道一般的人 就跟师父一样 也是在用功吗 大株惠海和尚回答 他说不一样啊 大大的不同 怎样大大的不同 一般人吃饭的时候啊 不肯好好吃饭 百般虚索 睡觉的时候呢 也不肯好好的睡觉 千般计较 所以大大的不同 我们吃个饭 讲究色香味 讲究气氛 如果心里有事 有烦恼 或者是吃饭的时间 地点 吃饭的对象不对 气氛不好 即使是山珍海味 也会食不下咽 如果我们今天啊 要急着跑三点半 找朋友要钱 借钱 结果朋友说 我没有钱 我请你吃大餐 你吃得下去吗 心中有事 起烦恼心的时候啊 是没有办法 好好的安住的 所以有一句话讲 身安 毛鲁吻 性定 菜根香 我们这个心 如果搞定 吃饭 穿衣 睡觉 行住坐卧 都在这一面心上 无念 无住 无为 心中无事 日日是好日 所以金刚经呢 一开始谈到 这个平常心的用功 平常心是道 他就讲一个十相般若的道理 般若是从文字 而起观照 借由观照 而契入十相 我们学习佛法 读了很多的经典 目的 要让自己的心 能够安住在当下 有一个故事 讲到 唐僧玄壮大师 的那一匹白马 这一匹白马 并没有特别出众 只是因为 在模仿工作 身强体贱 吃苦耐劳 所以呢 就被玄壮大师 选中了 选来选去 选中了这一匹马之后呢 一去来回 就是十七年 唐僧 回到了东土大唐 已经是 明满天下的 传奇英雄 这一匹马 也成为 大唐第一名马 那这个白马 衣锦还乡了之后呢 来到昔日的 模仿 看望老朋友 一大群驴子啊 老马啊 围着这匹白马 听着白马 讲西天途中的故事 以及今日的荣耀 大家都很羡慕 白马 白马很平静 告诉大家 各位 我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 只不过 是被玄壮大师 选中 一步一步 西去东回而已 这十七年间 大家也没有闲着 只不过 你们是在家门口 来回打转 我走一步 你也走一步 咱们走过的路啊 是一样长 也是一样辛苦 这是一个预言故事 我们听到了 这个故事 有没有感觉 我们就像这一匹马 这一匹驴子 每天 也没有闲着 一生 都在绕圈子 一圈 又一圈 为谁辛苦 为谁忙 我们有没有在 每天的每一步 都能够非常清楚的 朝向成佛之路 还是 只是漫无目的的 让自己的生活 不断的空转 所以金刚经里面 所讲到的 十项般若呢 他就谈到 怎么做 时间到了 穿衣 持播 入城起时 为了生活 必须 要面对 生活中的衣食住行 才你油盐酱醋茶 但是忙碌了一天之后呢 有没有还至本处 十项的奥秘 就在这四个字 还至本处 我们有没有 把所有的事情 都回归到自己的本处 这就是实际礼利 每天面对各种不同的人 事物 我们会随着 遇到善的因缘 起了欢喜心 遇到恶的因缘 起烦恼心 不管是欢喜 还是烦恶 在一天结束的忙碌之后 要懂得归零 所以我们今天来写经 大家把心 能够收回十项 让它还至本处 一边写 一笔 一笔 一字 一句 都能够安住在当下 该是做什么 就做什么 该写 就不要想 等一下写完要去哪里 每一字 每一句 我们都把过去放下 未来也放下 乃至于 现在 也放下 就专注在当下 没有杂念 没有妄念 这个就是环至本处 那当我们慢慢练习 回归到十项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般若心 六祖大师讲 一切处所 一切时钟 念念不渝 常行般若 这个就是般若心 我们诵经刚经 在第一段 就能够了解 什么是般若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随时在衣食住行 能够还至本处 安住在本心上 过去 有一位难遇怀让禅师 他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在松山安国师那里 精进用功 后来安国师就介绍他 去参访六祖 怀让到了六祖的地方 顶礼之后 六祖就问 你从哪里来 他回答 我从松山来 是安国师介绍我来的 六祖问 什么物 怎么来 怀让回答 说四一物 吉不重 禅师的问话 问在答处 答在问处 他在问什么 问你是 什么东西 这不是一句骂人的话 他在问 你是什么 谁 是你 你是谁 顺志皇帝出家战胜歌里 讲到 未曾生我 谁是我 生我之实 我是谁 我们从过去到现在 每天都在忙碌 可是我们可能终极一生 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 参禅 就是为了要明白 真实的自己 怀让大师 他回答 说四一物 吉不重 你说 我们这念心是什么 他像一个什么 就不对 无法 比拟他 就像天上的一轮明月 佛法当中呢 常常用月亮 代表我们的心 你对于一个 看过月亮的人 你不需要解释 月亮是什么 但是对于一个瞎眼的人 你怎么解释 你说他像盘子 他像镜子 他像橙子 都不对 他没有办法形容 月亮就是月亮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我们有这一念心 佛陀也有这念心 祖师大德 也有这一念心 但是你不能够理解 这一念心的时候呢 说什么都不对 这就是佛法非常殊胜的地方 所以同样在行住坐卧 同样在吃饭 在睡觉 祖师大德 心中没有杂念 没有烦恼 所以该吃饭就吃饭 该睡觉就睡觉 佛陀在金刚经一开始 就掩饰了这样一段 自在的实相般若 那接下来呢 怀让大师啊 他这样回答了之后 六祖就问 那你所说的这一个 还可修正否 可以修吗 可以正吗 怀让回答 修正极不无 污染极不得 修正也不是没有 没有办法修吗 还是可以修的 怎么修呢 修行有时候很抽象 好像懂了很多 却又使不上力 明明就知道这一条路 就是最好的 明明这个心 在听法的时候 是如此的愉快 可是为什么 在面对很多的境界 在生活中 你却挡不住 这一些烦恼 你却没有办法 控制自己 不忧愁 不焦虑呢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来照顾这念心 要修正这念心 要怎么样可以达到 真正自在的境界呢 所以下面呢 就讲修正也不是没有 怎么修 污染 即不得 不要污染它 你一旦起了污染心 你就没有办法 得到这念心 但是说穿了 其实这念心 不讲外求 华言经里面讲 不起凡夫 染污心 即是无上菩提道 所以如果我们的心 本来就没有烦恼 那你就好好的 安住在当下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 起了烦恼呢 我们借由 血经的过程 让自己的身心 沉淀下来 沉淀下来 慢慢的跟你的心 相应 跟你的心 能够在这个当下 合而为一 那这个就是一个 修炼 般若 自信的方法 所以六祖大师 就肯定 怀让地回答 他说 只此不染污 诸佛之所互念 辱即如是 无益如是 禅宗的修行 只指人心 怎么修 就是这一个 不染污 的习惯 不染污 的观念 你只要 保持 你的心 不受 这些五欲六成 不受 境界干扰 这个是 祖师的 用功法 也是 我们 用功的 入门 下手之处 当我们 能够了解 这个修行方法 它非常好用 就可以让我们 无限的延伸 变成 一切 处所 一切 时钟 都是保持 这个不染污 的心 我们从 现在 写经的时候 就开始练习 这个练习 把我们 现在 写经的 这个心 无限的延长 一念 万年 万年的修炼 从当 念 开始 所以 十四古经 始终 不离于 当念 从 这一念 心 开始 出发 我们 一字 一句 一步 一脚印的 渐渐的 透过 灶塔的 过程 把自己 心里面的 这个 清静的 习惯 清静的 自心 来 启发 养成 让我们的 身心 随时 都能够 自在 那这是 波瑞 参观 一个非常 重要的 开端 在第一分 里面 就谈到了 这个内容 网络上 有一个 小故事 有一天 小和尚 看到了 禅院 的草地 枯黄了 一大片 他跑去 跟师父说 师父 快撒一点 草种子吧 枯黄的 一片 好难看 师父 挥挥手 说 等天 凉了 随时 到了 中秋 师父 买了 一包 草 种子 叫小和尚 去 播种 秋风 一吹 草子 边 洒 边 飘 小和尚 很着急 他说 不好了 好多种子 都被吹走了 师父说 没关系 吹走的 多半是空的 撒下去 也发不了芽 随性 撒完种子 跟着 就飞来了 几只小鸟 把种子 给吃了 小和尚 急得 跳脚 要命了 种子 都被鸟 吃了 师父 回答 没关系 种子 多 吃不完 随 浴 半夜 一阵 咒语 小和尚 早上 冲进 产房 他说 师父 这下子 真完了 好多草 种子 被雨 冲走了 师父说 冲到哪儿 就在哪里 发芽 随 圆 一个星期 过去了 原本 光秃的地面 居然长出 许多 清脆的草苗 一些原来 没有播种的 角落 也泛出了 绿意 小和尚 很高兴的 拍拍了手 师父点头 随 喜 这是一个态度 谁 不是跟谁 是顺其自然 不怨对 不照进 不过度 不强求 谁 不是随便 是把握机缘 不悲观 不刻板 不慌乱 不忘形 我们如果懂得 随时 随性 随欲 随缘 随喜 那人生啊 时时都很自在 所以希望大众呢 我们随时 随地 随缘 随着 欢喜心 随欲而安 那么有了这五随 我们就可以啊 真正的 回归到 自信 所以随缘 这是一种 人生的智慧 我们有了 这个人生的智慧呢 我们就可以 真正的 体会到 在在处处 皆是 般若 在在处处 皆得 安心 所以第一段 法会因有分 讲到了六成就 也讲到了 这个 世尊 时时 这一段 记载 希望大众呢 我们 把自己当成 是世尊 我们每天 都敬 社会大臣 起誓 每天 该发生的 就让他发生 随欲而安 随缘 了业 随时 保持 一颗 随喜的心 让自己的身心啊 随着 不同的 因缘 在 自己的 生命当中 发出 光明 发出 智慧 当我们 有了 这种 智慧之心 还 还 至本处 又能够 完全收拾的 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的 杂染 没有任何的 遗憾 人生 人生到最后呢 留下遗憾啊 都是在 每天的 生活当中 忘记 要以 般若自信 来 过生活 所以每天 脱波 起食 每天 都不要 留下 痕迹 要 还至本处 要把 衣波 洗好 把脚 洗净 然后 安住在 自己的 菩提 法座之上 所以 希望大众呢 我们开始 养成 一个好习惯 每天 读诵 金刚经 每天 用 般若 智慧 来 长养 我们自己的 法身 慧命 让我们的 生命 可以 因为 般若 的 作用 而 产生 殊胜的 力量 般若 般若之体 是最坚固的 菩提 金刚之心 般若之相 是最光明的 智慧 之相 般若之用 是最猛力的 可以照破无名 破烦恼 超凡 入圣 的智慧 之用 如果我们懂得 善用自己的 般若自信 那么 在这个生命当中啊 我们就 我们就有如 拿到了一支 金刚王宝剑 可以 破敌 可以 杀贼 乃至于到最后呢 可以成为 法王 所以希望大众啊 珍惜自己的 内心当中 有一个 般若自信 透过 写经 来帮助自己 修炼 这一面 清净的心 千人写经 百万灶塔 人人 都有这一座 灵山塔 来帮助自己 身心 找到 歇息之处 还至本处 自然 我们时时刻刻 都在 自己的法座上 安然的 进入 般若三昧 今天这一堂课的 开示 支持功德圆满 接下来 大家开始 按照自己 的进度 来 写经 造塔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